第二个是大慈悲光明云 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 似红识愿 众生无边识愿度 以什么发心呢 以慈悲 慈悲光明云三个字 就是表真心自信的 圆满的 能 本具的薄弱智慧 祝福菩萨 这个菩萨是指发生大事 没有证得发生的 这个信德没有显露 光明云没有 他有大慈悲 不能加光明云 加光明云的时候 至少是发生大事 破一瓶无名 这一份发生 真正与福 同心同愿 同德同行 就在这一段里面 喜鹦鹿无鱼 这是识相 所以四弘识愿 是从真的发的 地藏菩萨 发的圆满 发的究竟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慈悲到的极处 地狱不空 地狱的苦难众生 他都要去度 何款其他的 普度 纠结众生 所以释连加牟尼佛 灭度之后 弥勒菩萨 没有降生之前 这个当中的空档 时间太长了 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没有佛出事 众生之苦 我们无法想象 佛菩萨 难道没有慈悲心吗 有啊 怎么办呢 佛在这个空档里面 把教化众生的 这个四爷 完全委托个地藏菩萨 佛不在世的时候 地藏菩萨是 释迦牟尼佛的代表人 世尊没有委托给别的菩萨 把这个事情委托给地藏菩萨 那么由此可止 世尊灭度之后 弥勒未出事之前 对于一切众生 用什么方法来教化呢 地藏菩萨本源集 这是世尊祝福的 地藏菩萨受世尊的委托 不辜负 释迦牟尼佛 他确实 把这个责任 自己承担下来 慈悲道教基础 我们要以 大慈悲光明云 发起上求下话 度自己 度众生的菩提心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